停下 停下 妈妈我找了 看哪 我自己想出伤的是什么味道 干嘛 2001年 惠惠惊人介绍 认识了肖翠华的儿子黄天 两人相处了很长时间之后 便决定步入婚姻 于是在第二年就结婚了 婚后没多久 婆婆肖翠华却突然说要分家 虽然丈夫在中间调解 但她与婆婆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婆婆甚至认为 是她从中作梗 处处针对 才导致他们母子的关系变得僵硬 这时记者跟随肖翠华来到家里 刚进门就看到黄天正在家里睡觉 随后就来到了肖翠华的房间里 一打开房门便看到随处可见的垃圾 屋里也是简陋不堪 这一切真的如婆婆肖翠华所说 儿媳真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就在这时 儿媳领着孩子从外面回来 儿媳才刚刚踏进家门 婆媳两人就开始剧烈地争吵 记者看到婆媳之间吵得不可开交 便把惠惠单独拉到客厅 在客厅里 会会对记者说 和丈夫还在谈恋爱的时候 婆婆对她亲如闺女 但自从自己嫁过了 婆婆一有不顺心的事情 就会对她破口大骂 一点小事就动不动挑她的毛病 虽然丈夫很了解自己的母亲 也会经常劝解婆婆 但是婆婆态度越泛离谱 这也让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出现了和和 而婆婆萧翠华从那之后 就开始早出晚归 至于婆婆去了哪里 他们也不清楚 萧翠华的行为 让儿子黄天很好奇 黄天在母亲再次出门时 便偷偷跟了出去 跟着萧翠华走了几分钟 就看到母亲萧翠华走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 对于母亲进入陌生人的家里 黄天想看一究竟 由于过后便跟着母亲走进了屋里 但黄天却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 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正在给母亲夹菜 眼前的景象让她怀疑母亲是不是找老爸了 黄天二话没说便往家走 这一幕让她很气愤 母亲居然找了一个 年纪比她爷爷还要大的人 不知情的母亲萧翠华 此时还在老人家中吃饭 直到下午5点 母亲回到家 黄天便开始追问 母亲跟老人的关系 面对儿子的追问 萧翠华很淡定的说 老人今年82岁了 名叫张一新 张一新曾经来过家里秀水光 两人的关系也是在那的时候就开始的 而黄天听完母亲的话 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觉得很丢人 黄天急切地劝母亲说道 张一新如今都82岁了 而且人家还有老伴 人家的儿子都跟你一样大 你为什么要去破坏人家的家庭呢 萧翠华却不听劝 觉得儿子不理解他 语气也开始变得难听 急切地不回儿子的话 第二天 萧翠华跟往常一样早出晚归 黄天看在眼里很是无奈 直到母亲回来的时候 事情又发生了转变 回到家中的萧翠华拿出几张纸 扬言说自己要去法院 高儿子黄天没有赡养 恰好记者也在家中 于是卉卉把纸拿到自己的面前 她看完纸上那些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便对记者说 这不可能是婆婆写的 而婆婆萧翠华却说 这是她找律师写的 但细心的卉卉发现 纸上有很多的错别字 别说 律师给你写的东西会有这么多错字吗 面对聪明的儿媳 萧翠华也不作声了 而在这事黄天却告诉记者 这些字可能就是张艺兴写的 记者认为黄天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便让黄天带着他们去找张艺兴 刚到门口就碰见了张艺兮的儿子张张 几人在聊天天的过程中得知 张艺兴跟老伴已经分居多年 但张张表示 对于父亲的事母亲稍微知道一点 但不知道母亲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张张带着记者们去父亲的家里 却发现房门紧闭 正当大家以为老人不在家 准备离时 张张却说道 她父亲肯定在家 只是不想见大家罢了 于是记者便在门外 对着张艺兴说了很多劝导的话 屋里的张艺兴才愿意将门打开 老人提出自己要单独和记者聊聊 张艺兴告诉记者 于肖翠华认识是当年在他家修过水泡 看着肖翠华来拿50块钱的修理费都拿不出时 男人的保护欲就被激发了 他看着肖翠华这么可怜就没有收钱 从那以后肖翠华也经常去家里找他 而且每次过来的时候都是饿着的 他就给肖翠华做了很多好吃的 两人也因为这样的日子久了 便生出了情愫 顺其自然地在一起了 可这段感情也在 黄天背着母亲去张艺兴家里的时候就结束了 张艺兴对记者说 肖翠华的儿子黄天 坚持反对自己和他母亲在一起 和黄天聊过之后 他便决定和肖翠华分手 之后张艺兴也承认 那几张纸上的字都是他写的 因为他放心不下肖翠华 他希望肖翠华屋子两人关系能缓和 才想出些起诉书 希望能把事情闹大 还请求记者帮忙 把肖翠华的东西烧回去 记者拎着肖翠华的行李 回到了肖翠华的家中 让肖翠华清点物品 好告诉他 张艺兴决定和他分手了 听完记者的话 肖翠华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眼巴巴地看着外面 估计是想挽回张艺兴吗 看着肖翠华如此难过 记者在外面劝解他很久后 肖翠华落寞地回到了屋子里 也许是因为失恋太过于伤心 肖翠华还是要求分家 黄天经不住母亲的执着便同意了 自己留了两个房子 剩下的五个都分给了母亲 还向母亲保证会赡养他 从这边可以看出 黄天是个很孝顺的儿子 对此肖翠华也表示很满意 面对年过半百肖翠华的感情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肖翠华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